这个女人好奇怪 她明明什么都可以看见 却要每天晚上戴着一副墨镜才敢看人 老板说她这样不尊重顾客 不由分说就把墨镜给她摘了 但女人又马上捂住了眼睛 因为她可以看见不该看见的脏东西 每当活人身上出现黑影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人的死气到了 但好巧不巧 这个偏分头还是她的前男友 她让她等三分钟再出便利点 但前男友一看车里正在等她的现女友 一把扯开她的手就推门走了出去 都说良言救不了该死的鬼 前男友刚出门就被大卡车撞成了一个鞋 围观的群众既害怕 一个个又忍不住想看热闹 但人群中一个带着多冒的男人 却察觉到了女店员的诡异 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了 女人白天在飞机上大闹了一场 她拼命拍打舱门说飞机要出事 但谁也不相信她说的话 结果飞机真的因为机械故障无了 之后她在送女人回家的路上 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女人说站在桥上的男人马上就要死了 但身为刑警的老宋知道 这个男人来来回回在桥上跳了两年都没事 这次肯定也是吓唬人而已 她还很笃定的说男人肯定不会跳 但她这次试算了 男人真的从桥上跳了下去 老宋回想起女人对她说过的话 现在多起意外事故就摆在眼前 老宋不得不相信女人可以遇知死 老宋是重案组一名新入职的刑警 正义感爆棚的她却完全没有办案经验 今天刚接手的第一个案 还差点被她搞砸了 当晚她在和同事聚餐的时候喝得鸣鼎大鸣 趁着酒精敲响了小夏家的门 白天桥上的男人已经死了 她现在十分自责当时没有听她的话 希望小夏用预知死亡的能力帮她一起救人 突如其来的信任 让小夏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她从小就被人视为不祥的怪物 从来没有人相信她说过的话 外面还没有离开的老宋 很快惊扰到了附近的邻居 警察在把老宋靠走后 纠结了一个晚上的小夏 终于下定了决心做出改变 她摘掉墨镜 剪掉刘海 露出一双清澈的卡兹兰大眼睛 她决定用自己的能力从今天开始救人 小夏走在街上寻找目标 很快就看见了一个将死的女人 她走过去触碰了一下女人身后的黑影 发现女人是因为生病去世 这样的情况她也无可奈何 接着她又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男人 对方身上同样被一团黑影笼罩 她再次跟上去查看男人的死因 发现对方会在商场被人劫持 然后被一颗子弹当场击毙 打 打